白色圓頂大巨蛋屋頂板 幾乎要鋪完了 旁邊商場玻璃圍幕也越改越多 至於停車三年半的大巨蛋 會看到目前有工人在做施作 而遠雄也確定重新遞建要都省 遠雄在四月都省大會上 因不滿都發局的建築技術要求 撤建不完了 但三個月之後 悄悄在六月二十七號重新掛建 將重啟都省 目前公安施作 預計在十月底完成 到時大巨蛋外型將更明顯 市府有透過管道 他們來跟我們表示說 希望這個合約還是能夠繼續旅行 所以我想按照七月面 那開發商的權益 我們還是回到體制內 那來做爭取 那在市府內部 其實一直都有跟遠雄 來進行這個協調的會議 那市府當然是非常樂見 這個遠雄再重新做這個遞建 進到這個都省來做審議 北市府跟遠雄過去私下講了什麼 沒有記錄 但從劍拔弩張 在選舉前變成互有善意 被質疑黑箱喬好了 關起門來暗示操作 然後感覺上就是非常有嫌疑的放水 那是不是該出來跟大家道歉 耽誤了這麼久的時間 至少在選舉期間的幾個月 市府就可以這個 對外說是遠雄有繼續在跑程序 跑流程 就可以閃過這個敏感的話題 從大巨蛋市閉案 勒令停工之後多次密會 柯文哲跟遠雄沒來演戲 大巨蛋離完工又邁向一步 柯文哲自打臉 這五強全文台北報導